我們請雅雯老師為我們做講評 這個忽然間讓我覺得看到了那個電子清老師 有沒有 就是那種腔調那種真的是黑膠唱片 孩子啊 你到底從哪來的啊 我真的是覺得好奇怪耶 忽然間 我們現在是在現代耶 怎麼忽然間走一個古代人出來齁 唱我那個腔調然後可是 附身在這樣子十五歲的孩子身上 這樣子的電影我是看過了喔 這樣的劇情是有的喔 你真的來自於欣欣嗎 真的是喔 我好驚訝 真的好驚訝 但是你的身運真的好棒 你聲音很漂亮 然後呢 現在的問題就差在說 因為你現在正在變聲 我現在有一種疑問就是說 如果我再給你機會 站在這個舞台 我不知道你第二次是不是有辦法 讓我們每一個人聽到的時候 欸 啊好驚喜 不見得 因為你這樣的歌聲呢 他還是有一個各路的限制啊 但是就是讓人家很驚訝很驚艷 然後真的 你的彈音 尤其是那個阿虎線道 自己的那個阿虎線道的彈音 你有跟老師學過歌嗎 沒有 你有興趣要走這道嗎 呃...有 你還沒燉頭 觀眾都拿你燉頭 這樣婆婆媽媽 大家拿你多金鐘耶 都一直燉 對... 對... 真的很有興趣喔 我覺得你可以朝這個方向耶 我對你很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你的聲音是 萬中 一萬人也不一定選擇一個 因為沒有幾個人有這種古早的味 謝謝老師 好我們請阿基拉老師為我們做講評 呃... 美玲跟這個黃菌齁 其實你們兩個今天很危險 對... 因為你們兩個他們遇到一個 很強的唱出來 我感覺你今天所唱的這個歌齁 你平幕後 我感覺說 你又有發達到什麼 齁... 所以說 其實一定要加強的進步 齁... 齁... 我們現在來講這個子聲 子聲我跟你講齁... 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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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很久沒聽到這樣了 我一直在感慨說 為什麼最新的歌團 都沒有那個歌手出來 那個靈臥 特別的聲音 要做一個歌手最重要是聲音 齁... 齁... 就是 17年紀 15... 15... 15... 我應該在變聲的時候 我只會走這一點 如果你變聲之後 又有這種唱法 這樣我看你的將來 絕對是無可含量的 謝謝老師 加油 謝謝 所以他這種聲腔變聲之後會改變喔 會改變 如果你如果幸運的話 回到這樣就好 不要再回來了 我告訴你 你真的一定會紅 謝謝老師 你一定會紅 但是今天我只能講 今天的比賽的分數 會真的翻天覆地 那我們請阿德老師講評 黃君 我覺得這是我 以這幾週來我最喜歡的一次 就是有一種 穩住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時候遇到強敵 受到大家那麼驚喜的那些新的選手來 要有一種穩住的力量 這一點可以幫你加分的 然後美玲 我要特別跟你講一下 你今天唱這個歌 我覺得這個歌不大適合你 因為呢 你現在就是有一點那種 就是在一個很尷尬的變聲期 所以你現在只要唱 很高音的 那麼充的音喔 都會很薄很尖 不好聽 然後再加上是 你有很多要加強的拍子喔 那個就是太 輕易就做過去了 就感覺誠意不足 就反而那力道都沒有加強 反而就是感覺 很尖銳很尖銳很尖銳 所以今天有點危險喔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紫生的成績 評審請 謝謝 懷舊的聲音 徐紫生 23.5分 還有到6分喔 一直以來好像都還沒做過寶座的皇軍喔 雅雯老師特別講 今天的成績可能是 翻天覆天 黃軍到底能不能保有他現在的位置 評審請下分數 評審請下分數 23.4 來看看 吳美玲要闖第9關 到底會不會穩住 評審請下分數 小關 下禮拜比出衛冕者 那我們先跟黃軍說再見 黃軍 再來喔 好 謝謝黃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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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那兩位暫時 登上我們的候選人寶座 好 恭喜 恭喜兩位 恭喜美玲 恭喜紫森 也恭喜紫森 紫森一來 翻天覆地啊 我們的候選人寶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